仅万亿失职的中国人寿 第三季度净利润只有5300万 同比下降了99.1% 让人大跌眼镜 为啥业绩这么惨呢 到底踩了多大的雷 其实这个雷还挺大的 截止到2023年6月底 中国人寿的投资资产总额 已经高达54218亿元 那么这么庞大的一笔保险资金 都投到了哪些地方呢 答案是 72.38%投资在了债券类的定期产品上 18.02%投资在了股票基金 等权益类的定期产品上 4.76%投资在了联营和合营企业身上 4.6%是现金和其他 0.24%是投资性房地产 那么这些债是什么债呢 能让人数净利润下滑九成以上 大盘跌也没跌到这个分上 毫无疑问是地方债 但中国人寿的烦恼还不止于此 它还采留了地产商 可谓是股债双上 中国人寿是远洋的第一大股东 中国人寿对远洋的初始的投资成本 是112.45亿 你看这次的财报公告里面 现在是职业集体亏损了 不过也没有必要过于担心 也不算特别大的雷 它究竟是垄断行业 而且还带着国家任务的 短期里面是否赚钱 对他们而言 也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 不过由此应该看到 一些风险的苗头了 就是之前证监会呼吁 选择入场 为啥效果就是不好 因为赚不到钱 我的消息面 听说的是 今年保险公司 在股市里边已经亏到 有小保险和自营盘 被逼着止损了 这个市场就专制各种不服 谁来了你都得亏着出去 另外说个Ti话 有一点我看不懂 就中国人寿A股市值是9500多亿 港股只有3000亿港币 相差的是三倍多 你去对比来看 中国平安A股是8300多亿 港股是7300多亿 几乎没有多少亿价 同样是保险龙头企业 为啥估值相差这么大 懂得评论区里面来聊一聊